各位学员大家好,我是高欢唐高老师,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。 现在我们准备进入这个主题的尾巴咯。 那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第四项的假设性思维,叫做万一性的一种假设。 那万一性呢,就是万分之一的可能性,所以呢,它是很小的机率,很小的可能性,叫做possibility。 那我们在这里呢,待会会跟你说明这个possibility呢,跟另外一个英文字叫做probability。 它的差异在哪里,好,那这个probability呢,是属于概率性的,概率性的,譬如说, 我们常常会讲说,哎,我已经,这个带了雨伞了,所以呢,这个下雨呢,也没关系。 OK,那这个就是一种信心,一种概率说,想一想我这个雨伞呢,昨天才买,所以还有这个90%的这个新的程度,所以我这个雨伞应该是OK的,所以呢,就放心的出发了。 那另外一个possibility呢,就是说,那么就想到了,今天呢,是刮大风,那么你的这个雨伞呢,虽然是新的,但是也有可能呢,会被很快的,一下子被吹断了。 所以有5%的可能,所以这个遇到,今天因为是大风的因素,所以呢,有50%的可能呢,你的雨伞会毁掉,毁掉之后呢,那我带了这个,这个很重要的东西啊,带了一堆的纸张呢,或者是带了一部电脑呢,那这个遇到这个下雨呢,那就很惨哦,损失惨重,对不对? 所以呢,一个就是叫做possibility,就是说,考虽到,虽然它的这个概率很低,但是因为损失很大,这个loss呢,损失非常的大,所以呢,连这个5%的可能性都要考虑进来,以避免它这个事情的发生,所以呢,这样子的考虑的目的呢,就是达到呢, 这个万无一失,那么万一嘛,万一就是把这个万一性都考虑进来的,因此呢,就可以达到呢,万无一失的一个境界,所以呢,在这个架构设计上, A段架构是呢,要培养这样的一个心境,才能够确保呢,这个在B段等等的会用了很多的钱,那么投入了很多的人力,去生产这个产品,然后去准备市场的行销,到最后呢,会因为小小的细节呢,没有考虑到,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损失, OK,那这个A段架构是呢,要能够做到万无一失,所以呢,需要有万一性的假设的,这个心灵,OK 好,那我们来帮你做个前年咯,做个铺垫咯,再来看看,我们的,讲过的,有这一个第一项咯,这是Assumption,这是Hypothesis都讲完咯,然后,在上一个小回合呢,讲了这一个三咯,也讲了,很多很多的全脑病用呢, 怎么去把这个,左脑右脑呢,让他可以,像两个兄弟一样,像夫妻一样,可以同心协力呢,来创造一个好的架构,一个好的实现计划,那么,接下来呢,我们要想的就是,遇见失败,万一,出问题的时候,该怎么办,所以事先,就把这个可能性,把万一性,把它考虑进来,结果呢,就可以达到了, 万无一失咯,万无一失咯,所以这是我们的,第四个,这一个,一段架构思,很重要的,一个,思维上的训练,OK 所以呢,这最重要的一个,理由,我们就是说,一个人呢,如果不能遇见失败,如果架构思呢,不能遇见失败,那么他就,没办法呢,让整个团队,有信心的,放眼未来 啊,如果不能遇见失败,那么他就,啊,不能让我们,整个企业,啊,等等的,甚至包括我们的客户呢,啊,放眼未来,所以呢,啊,但是,没有人呢,存心是要失败的 但是呢,失败,又是难免的,啊,这个,啊,人人都不想失败,但是呢,可能有很多因素,啊,会这个,比如说,人算不如天算啦,啊,等等的,啊,啊,或是呢,我们的心地,啊,就人善被人欺啊,等等的, 啊,所以,失败都有可能啦,好心,没有好报,这也有可能啦,所以呢,失败是极可能的事情,啊,啊,失败是很可能的,因此呢,能够了解自己跟对手的这个失败,能够洞悉自己的失败,也可能洞悉别敌人的可能的失败, 那这是架构师的职责,因为,能够遇见自己的失败,能够遇见,啊,敌人的失败,那么,我们都,才能够放眼未来,然后,非常大胆的,非常放心的,去迎接未来,OK 好,那么,我们的目标,就是要遇见失败,那么,如何呢,实现,如何去做到遇见失败呢,那么,这里头,我们的手段呢,就是 就是,啊,在心理上,我们能够认识呢,万一性的假设,那么,我们就,可以,来,实现,我们的,这一个,遇见失败的,能力咯,就可以建立出,我们,遇见失败的能力,那么,万一性的假设,啊,那,我们都称为叫做,possibility,啊,的一种思考,这等一下,会再给你,啊,做收饼,只是先给你提醒一下,会力求万无益 所以,将万一的,灾难的性,灾难性的后果呢,啊,这个consequence,在英文来讲,就是一种,不好的结果,啊,就是,万一的,灾难性的意思就是,损失会很惨重,啊,会很惨重,啊,会很惨重,然后,失败了,可能是,爬不,再也爬不起来,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呢,啊,目的做什么呢, 呢,一先做准备,才能够达到万无一失,对不对,那,做什么准备呢,啊,最简单的例子就是,汽车,找备胎,啊,找备胎,也就是,设计,补救的计划,并且呢,细心的,去观察,啊,这个可能的,问题呢,是出在哪一个环节,的失败, 最有可能会,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呢,所以呢,这种的,我们就去针对这个环节呢,做补救计划,啊,只是计划而已,啊,那个是,备胎的意思就是,去做准备,啊,去做准备,但是被用到的机率,不见得那么高,啊,那么,万一呢,出了问题,就会, 导致最终目标的全功尽弃,或产生,啊,这一个,啊,像日本的,这个核岛的,啊,福岛的,这个核电厂的灾难,这叫灾难性的后果呢,它是不堪设想的,啊,那,这个架构师呢,一定啊,非常的重视,那这个重视呢,怎么会重视到呢,就必须在心理上,能够有更好的,这个possibility的一种思维,啊, 一种思维,好,那我们挤一个例子,哦,啊,这是NC,在上一个小回合呢,我们挤例过的例子,那我,我来看看,这是我高老师的例子啦,啊,给你参考一下而已, 好啦,现在有个愿景啊,这个愿景就是,高老师定下来的,内容创意在云端哦,然后捆绑销售在中端,那么,这是现实哦,reality,reality, 记得吗?在上一个小回合呢,我们还从这里画一个,画一条路线,一直到这个,啊,reality,这叫做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,ok,那这是右脑的,还记得吗?这是右脑的,然后呢,我们再会引导左脑,从这边过来,从这边过来,引导左脑来跟进,还记得吗? 啊,就是在上一个小回合呢,啊,跟你提到过的,因此呢,左右呢,就可以在这里汇集,就可以对愿景呢,啊,把它想得许许如生,ok,那许许如生呢,啊,目的就是,还可以引导我们去发现,很多未知的新事物,然后呢,把那个未知的新事物,把它,啊,取得了之后,这个愿景呢, 啊,就变成是靠谱的咯,就变成是可实现的计划咯,啊,就可实现的目标咯,ok,好,那我们现在,啊,依照刚刚所看到的,就是左脑已经跟进咯,所以呢,整个大家就可以来走这条路咯,从现在出发,呃,设计架构,然后呢,实现软硬整合,再来呢,啊,做出创新的产品,再来呢,啊,支持这个商业策略, 然后来实现这个愿景,ok,好,那这看起来,是一个很美好的一条路咯,因为,我们也经过的,这个Mapping,from the vision to the reality,这样打出来的,那么左脑也跟进咯,在整个构想上面,看起来,已经是完美无缺了,啊,但是,这样子,还是偏离乐观咯,所以,加工师呢,要再来思考,有没有什么环节,啊, 啊,有可能有,啊,万一的状况会出现的,而且会导致灾难的,ok,所以呢,我们现在就来挤例子咯,如果针对这个环节,啊,针对这个环节,啊,因为在这个环节当中,我们一直告诉我们的,啊,说我们要推出,啊,这里假设,啊,我们想要推出的,啊,是一个,啊, 啊,客厅配件,啊,啊,客厅的配件,啊,就客厅里头的,这个电视机的,啊,配件,啊,例如说,这个智能地毯,啊,等等的,然后呢,我们还特别加一个广告,说我们是,这个,啊,可以呢,让你呢,从手机,啊,可以直接,啊,通到这一个,啊, 啊,可以把这个家庭的信息,推送到手机,也就是,啊,我们会特别强调,叫做,啊,这一个,啊,微信,微信,例如呢,我们加一个叫微信,inable,就是我们的智能地毯,啊,还有这个血压剂,啊,等等的,都会加上这个广告词,告诉人家说,只要你把你的配件买回去了,然后呢,把它接在电视机上, 那么,自动的,你的微信,就可以看到,你的新的配件,的状态,那么,你的新的配件,有什么信息呢,可以通过电视机,就传到你的手机上,OK,就叫微信,inable,哇,讲得这么大声,的广告呢,那么,万一,啊,这样来了,万一,万一,啊,就是万一呢,我们跟微信接不起来的时候,啊,可能呢,这个腾讯呢,没有,没有点头呢, 或是技术上的问题呢,或是法规上的问题呢,万一,微信,没有办法跟我们的推荐,啊,电视机对接,那我们,啊,一直,告诉客户呢,我们是微信inable,那么,接下来该怎么办,啊,所以万一,就出来了,啊,万一,怎么办,这个,啊,如果,啊,我们接不起来, 那是不是,所有的,跟我们买了几百万个,这个,地毯都要推荐呢,啊,都要退货,那么,退货之后呢,会产生巨大的损失,包括,啊,立即的金钱的损失,包括整个,啊,这个,啊, 啊,客户的,心中的,这一个,信赖度,还有,客户的忠诚度,等等的,都是一大的损失,哦,啊,所以,这个是大家都,啊,赔不起的,这叫做,灾难性的后果,啊,啊,所以呢,就开始,要想这个万一,哦,所以呢,想万一的目的,是希望能够,达到万无一失,哦, 哦,那,这就是,黑半架构师,很重要的工作,哦,所以,就开始有好多种,可能万一,万一,万一,好多种,就开始想,哦,啊,其中,有一个叫做,万一无法,以微信对接,哦,这个,是一个灾难性的,一个,问题,哦,万一,这个是成真,那么,我们整个,商业策略,就泡汤啦,那,我们的所有的,货品会被退货,啊,那,这个是灾难性的, 火果咯,该怎么办,啊,就开始想咯,啊,还是一样,在想的时候,这是一个,新的,一个情境嘛,就是说,原来,我们,这一个,认为是可以对接的情境在这里,但是,突然啦,因为某种因素,这个,不过可啦,所以,被逼成这个情境,啊,就是一个情境,好,那,这样的一个情境呢,那,我们,也要,用,啊, 啊,我们的概念,叫做,啊,这个,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,啊,看看,我们在产品的,这一个阶段,能不能做改善,对不对,所以,能不能连接到,既有的产品的设计,对不对,所以呢,就来想咯,我能不能采用备胎,用微博,啊,用Skype,啊,用Skype,啊,或者是, 用Line,都有可能,对不对,好,那这个备胎怎么用咯,好,再来,啊,你用了Skype,或Line,或者微博,那么,你有没有,能不能取得这个技术,啊,取得呢,这个,啊,接口的授权呢,啊,等等的,再往回推,啊,再往回推,往回推呢,那么,人力够不够呢,啊,这样子,然后呢,就是,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,OK,啊, 然后,啊,还是一样,右脑下来,希望引导左脑跟进,左脑跟进,把每一个细节呢,啊,把逻辑都,把它弄通,那么,这个叫做,啊,这个Mapping from这个,啊,万一的,可能性的,灾难的后果呢, 再推回来,然后,再,啊,来实现,那么,就可以,面对这个,啊,这个万一的状况咯,那这个就等于呢,跟这个,啊,刘邦跟项羽呢,在,啊,这一个,啊,在什么,在鸿门念,鸿门念的时候,那么张良,啊,事先,就想到了,这个万一,这一个项羽呢,啊, 啊,这一九要来杀,啊,这一个杀害刘邦的时候,该怎么办,所以呢,张良当时就,想到这个万一的情境咯,啊,那万一的情境再回推,我需要把马牵去厕守,然后呢,我要训练嘛,然后我要去找到教练来训练嘛,等等的,所以这样一直推,推下来呢,发现,这个计划,用左脑来 审核之后,发现是可行的,发现是可行的,啊,那一样的,这就是,我们要,拿的就是,啊,相当这是一个鸿门念,啊,但是呢,会出状况,吃状况的时候,我们该,怎么样子,让他,啊,能够来补救,所以再推回来,啊,再推回来,这一个所得出来的,叫做,啊,备胎的实现计划 啊,这是备胎的实现计划咯,OK,好,那,我们就,啊,说明了,其实这个动作呢,就是一个Mapping from consequence to reality,OK,啊,这希望能够Mapping到这里,啊,希望在这里,然后对前面的步骤,希望他没有,没有改变,但是不一定,有时候, 然后呢,啊,你会发现,可能从软硬整个就要改变了,所以呢,有时候呢,这个灾难呢,会Mapping from consequence to reality,这个reality呢,会分了很多段,可能是,从这里来做修改就好了,可能要从这里,就要做修改啦,这个不一定,所以这个Mapping了之后,才知道,啊,Mapping之后才知道,OK, 那,这就是一个万无一失的,一种激励性的想法,那么,possibility这种思维,加上Mapping from consequence to reality,就可以得出我们的备胎计划,OK,好,那,我们现在了解了,啊,这个,啊, possibility的用意,那么,现在,我们来更深刻的认识,这个possibility的这种思维,啊,那,这个,我们在,前面所谈的,完成性的假设,是,要我们去观想,这一个,成功的,结果,那是属于乐观的,啊, 啊,它可以,让我们的团队,有信心,OK,那么,像这个,啊,爱迪生,发明的灯泡,发明的灰,莱特发明的灰机,都是,先有想象,想象它的成功,之后,才给予这个乐观,啊,的一个信心,所以可以激发团队,的一个,正面的信心,OK,好,那,这个太过于乐观也不行啊,对不对,所以呢,啊,并不是不行, 而是说,这个信心呢,啊,可能呢,还有一点能打折扣,所以如果呢,我们能够把万一性的假设,把悲观的假设,也考虑进来,那我们的,这个信心呢,就真正的信心哦,对不对,就是说,我们不只是把成功,想进来,而且呢,把失败,也想进来,所以我们的,这个信心,是更可靠的咯,更可靠的咯,所以呢,万一性的假设,是一种, 悲观的假设性,用意在侦测,啊,某些环节,看看呢,哪些环节呢,如果万一失败了,那么会导致呢,整个目标的全功尽弃,啊,或者产生呢,不堪设,不堪设想的,灾难性获果,啊,那,这就是,万一性了,啊,那,现在我们要, 啊,重点在于,要来区别,这个,这个,概率性,跟这个,啊,万一性,啊,就是可能性,的这个差异,啊,那,这两个呢,啊,这个概率性呢,是表示这个灾难后果的,啊,这一个,啊, 啊,概率性呢,是很小的,这里意思就是说,啊,如果这一个,概率性很大的,就不是我们的,万一性的假设,万一性的,概率都很小,啊,比如说, 我刚刚有几个例子,就是,带着雨伞,出门,那么,啊,如果纯粹是概率性的想法,会想到呢,我这个雨伞有,啊,昨天才买的,所以,啊,应该90%以上,是,非常可靠的,这叫做概率性的想法,但是呢,啊,如果是一个possibility,这万一性的想法呢,他就,啊,会想到,只有5%的这个概率性的, 东西这里在讲的是这个意思,啊,他就是说,啊,会留意的是,这个概率性很小的,这种的,啊,这我们称为叫可能性,啊,只有万一性的可能性的,啊,那这叫万一性的假设,会注意到这个很小的可能,啊,那因为他会损失很惨重,所以要特别的留意,啊,由于这个不堪设想的后果呢,损失非常惨重,所以呢,啊,值得呢, 引起我们去重视,这个很小很小的,啊,这个缓解,啊,缓解,所以呢,一般来讲,是领导职,啊,就担任领导的人,啊,对于万一性的思维,会比较,啊,发达一点,比较擅长一点,那,反过来呢,对于万一性,这个思维呢,比较熟悉的,比较擅长的人呢, 他比较喜欢当领导的职位,那么,善用于这个概率性思维的,那么他,一般来讲,他是比较接近管理,所以呢,比较会当管理职的,啊,所以一般而言,我们就把它分出来,这个,啊,这个,啊,领导职呢,是比较擅长的,用概率性,概率,啊,这个万一性的思维,管理职呢,比较 哦,偏向概率性的思维,那么一般而言呢,这个架构师呢,啊,是偏领导职,啊,是偏领导职,啊,是偏领导职,那么,这个PM是经理人呢,啊,项目经理是偏管理职,OK,啊,就像孔明呢,啊,这个还没有当宰相之前呢,还没有当丞相之前呢,是,啊,偏这个架构师,所以呢,是全职的架构师, 所以他就没有管理权,啊,这个连张会他都掉不动,啊,然后呢,这个孔明呢,到了当丞相之后,就是领导职呢,兼管理职咯,啊,是,所以他的职位呢,就变成这个领导职跟管理职咯,OK,所以孔明呢,在管理职上面做的不是很好,所以呢,啊,因为孔明比较,这一个擅长,这一个万一性的思维,所以他适合当领导,啊,但是, 一旦当管理的时候,当丞相,就是当管理的时候,啊,做了很多管理的事务的时候,就会急功进瘁,死了后遗咯,啊,就是比较不适合当管理咯,OK, 所以一般而言,企业里头的架构师呢,比较擅长万一性的思维, 而管理者呢,比较擅长,这个,激励性的思维,所以架构师呢,一般来讲,比较偏向,这一个领导职呢,啊,他也不太喜欢当管理职咯,OK, 好,那么架构师是领导职呢,那,以管理者是互服的,啊,那,这个,能够了解,这个,管理团队的决策,啊,可能性的灾难后果, 这就是,啊,架构师的,一个任务,啊,因为管理者一般,比较不会想到,这一个,啊,万一性的,啊, 啊,然后呢,他考虑到这一个灾难性之后,会大声的跟大家说No,而且呢,会提出呢,备胎,而且会提出备胎,啊,然后呢,从备胎当中是不是又可以得,实现他的愿景,OK,所以呢,刘备去找孔明,孔明告个是他,No, No, No, 啊,你不能打孙前不能打曹操,啊,但是这讲No还不够,还要提出来,三分天下,那么我有替代性的出路,而且呢, 还可以实现,啊,这一个,啊,刘备的愿景,啊,刘备的愿景,OK,那就是很重要的,啊,所以架构师呢,一直在假想着,未来万一,啊,某件事情发生了,那么后果会不会不堪设想呢,如果会,那么这个现在应该做哪些决策,啊,所以能够涵盖来考虑未来的灾难,而且能够,啊,是, 适当时刻呢,真的能够发挥,红松化极的,这个,那这个时候,这个架构师的决策呢,才叫做,现在的决策,既有高度的未来性,啊,就是,目前决策,既有未来性, 连这个万一性,都考虑进来了,OK,好,那我们来,举一个例子咯,来强调,这一个管理值,跟领导值有什么差别, 也就是强调,万一性的概念,就是说,哎,有一个团队,软件开发团队呢,那么,大家要,啊,组一个团, 然后要开几股车,去荒山野外,进行呢,很多天的,跋涉旅行呢,去到,这一个,啊,数百公里,前后都没有人居住的, 这个山谷里头呢,啊,去这个,跋涉旅行,啊,所以大家开着车子去咯,OK,啊,那,这一个,啊,就有PM啦,啊,这个PM也去了, 所以管理值的人也去了,带队咯,然后呢,这个architect架构师也去了,好了,那,现在呢,啊,我们就来看看,这一个,啊,管理值的人,啊,他们就很乐观的,啊, 啊,他把这一个轮胎,全部换新,啊,把轮胎呢,全部换新,啊,把轮胎呢,全部换新,然后呢,可以降低这个抱胎的概率性,啊,所以呢,这成为概率思维, 所以他把这一个车子的,啊,轮胎都换新啦,每个地方都检验一遍啦,所以看起来,啊,这个都是运作的很好啦,所以呢,就告诉大家,啊,我们这个新车,我们这个车子呢,目前维修的很好, 应该是没问题的,应该是没问题的,所以哦,90,啊,95%,应该是没问题,这个意思,因为他这个项目经理呢,就跟大家整个团队说,啊,我们把这个车子,啊,都全部都换新啦,全部都,啊,把它,啊,这个, 一个损合完毕啦,所以应该没问题,可以出发了,可以出发了,OK,好,那么架构师会怎么想啦,啊,架构师会怎么想啦, 他就想说,那么万一性的假设就来了,万一轮胎也爆胎了,那么人被困在荒山里头呢,那么后果会是灾难的,OK,啊, 因此呢,就引导了架构师去寻找这一个可能出现这个,啊,啊,防汉的这个补救的方案,也就是得出一个很简单的动作,就是带几个备胎吧,啊,带几个备胎,啊,那,啊,无论你在怎么新的胎,那么都会爆,都有百分之五的可能会爆胎, 对不对,那爆胎之后,后果不堪设想,所以呢,就带个备胎吧,啊,所以因此呢,这个possibility的概念,有时候要称为,叫做备胎思维,OK,备胎思维,好了,我们再举一个例子,这也是一个实际的例子,那么,这个是,啊,属于概率性思维的灾难性的后果呢,就是在1990年代,这个台湾的台北市呢, 啊,他的这个地铁出入口,啊,的高度,因为怕水跑进去嘛,他的高度呢,怎么决定了呢,是依据台北市 十百年来的平均水位,再加六十公分高,那么,这就是他的这个入口的高度,啊,就是那个离街道,啊,对,因为街道淹水的时候,啊,希望他不要淹进去,啊,这一个,啊, 啊,结义里头,那这是管理层的概率思维咯,啊,就是平均的,因为平均值嘛,这就是概率的意思,啊,所以架构思呢,就应该采用万一性的思维来弥补其中的不足, 以避免这个灾难性的后果,可以增加呢,这一个万无一失的信心,啊,他应该设想,啊,万一,台北市旁边的, 这个基隆河的闸口,这个抽水站,啊,失灵的时候,该怎么办,或者说,这个闸口的水倒流,啊,是时候该怎么办,这种万一的可能性,啊,万一的可能性,对不对,好,那么,也有人说,那我们这个闸口的,所有的,啊,门,啊,所有的东西都换新了,我们是日子人,啊,都用很年轻力壮的,那有人就会问,啊,万一,万一,这个年轻人也睡早了, 那,那一个,啊,最好的马达也坏了,那,缩水扇又失灵了,那该怎么办,是不是整个,啊,不堪设想呢,啊,那这个时候呢,这个果然呢,这个2001年,台北市的捷运N水啦,而且呢,啊,全部N啦,啊,这捷运车道都变成了大水沟,而且呢,更惨的,位于这个地下市城的,这个车辆控制中心,啊, 啊,全部泡汤了,啊,损失呢,啊,损失,啊,新台币,啊,啊,一百亿,啊,一百亿元,OK,啊,那,这个就是,不堪设想的,所以没有万一性的思维,就没有备胎,只有灾难,啊,只有灾难,OK,啊,那,这个, 那,我们接下来,再来,跟你谈一谈,这一个,被胎的思维,啊,被胎的思维,啊,这是最后帮你手柄一下,那被胎的思维呢,啊,是,因为架构师呢,对于目标,是非常关注的,没错,但是,目标在未来,啊,所以呢,嗯,啊, 啊,在眼前不一定是真的能够看得很清楚,而且呢,未来的环境会变化,啊,因此呢,这一个架构师呢,常常,啊,和基于删除法,来选择目标或手段,啊,就是我们所谈的,就是,叫做假定的一个检验法,或是密洗,啊,密洗这种删除法,啊, 啊,并不是去证实正法,这我在说明了,这个,啊,关键点,就是说,架构师采用的,是佛正法极多,而不是,一个实正法,啊,不是实正法,所以呢,啊,这个,啊,有时候呢,他的这个思维呢,啊,这个比较有创意,但是呢,啊,因为不是实正法,所以呢,有时候呢,不见得是, 完全非常的,可靠的,而且,也不是真的,能够真的看清楚,那这个时候呢,啊,这个,啊,这个,啊,无论是手段,目标,我们都必须,去找这一个备胎,来,实时关注,保持这个弹性,那也就是说,啊,在,那这种方法呢,有什么好处呢,就面对,啊,这一个,啊,变化,很大的,很复杂的丛林, 里头要找出一条路,这架构师,这样的心境是非常有用的,但是呢,这个因为他采用的是删除法,啊,使采用的是假定性的删除法呢,所以呢,他有时候呢,要注意一下,这一个备胎是必备的,因为他并不是假设在一个固定的一条,一个计划上,而是采用,啊,这一个灵活的战术, 啊,然后呢,啊,把它串成一条战略,而不是先有战略,它是比较偏有战术的,所以在这个时候呢,啊,这一个,要表备胎的概念,是非常重要的,啊,不是采用实证法的,那么,备胎呢,有分为目标,备胎跟,这一个,啊,手段备胎,那这个,啊, 啊,这个因为,每一种构想跟愿景的实施呢,都要有备胎计划,顺重考虑各环节,啊,可能的,失败的这种备胎,啊,那这个备胎呢,啊,有两种,啊,备胎计划,好,那我们就,直接来告诉你,什么叫做,目标备胎了, 哦,那我们是从这个,金氏的思想家,啊,这个,哈特呢,来说,他说,采取有替代目标的,就是目标备胎的行动,方针,是金氏成功的八大原则之一,啊,他说将军考虑的,任入的成功的可行性的时候,那么,会把这一个目标,啊,没有达成的考虑进来,也就是,失败,啊,先把它预见, 失败,那,即使有一天,啊,你要公布,我们的整个军队,并没有达成目标的时候,那么,你怎么样子,能够说服呢,这个人民来接受呢,你说,我虽然没有赚到五万,我也赚到了四万,OK,那么先,啊,那这样子,大家都还能够接受,因为目前呢,只有一百块嘛,然后呢,我,啊,去做事情呢,然后,做了之后,我原来的目标, 是要赚五万块嘛,啊,是要赚五千块,对不对,但是,因为我没达成了嘛,啊,比如说我想,去卖鸭子,后来因为,鸭子呢,啊,没有卖成嘛,所以我去卖鸡,那我卖鸡啦,啊,那我就是,得了四千块钱嘛,啊,那,人,人家问啊,那你是失败者啦,你说没有啦,我,我,我至少我赚了四千块钱嘛,啊,虽然,啊,这原来要卖鸭嘛,改成卖鸡, 第一嘛,对不对,至少呢,我,我现在,昨天还一百块,我现在有四千块了嘛,啊,这叫做,啊,目标备胎,啊,目标备胎,OK,然后再来看,那手段备胎呢,啊,就是我们想达成这个战略目标的时候,发现,某个手段,我们无法落实,或者是, 做好的这个手段,却跟目标,啊,这个不见得有直接的关联,啊,就叫做错误的手段,啊,或者是手段没有做好,那么我们都必须改变手段,啊,改变how to的意思,啊,这就是目标是go嘛,然后呢,手段是how to,啊,那这里是,啊,刚刚所谈的叫做go的一个备胎嘛,那这里所谈的叫做手段的备胎,那我们再来, 具有这一个客厅配件的例子嘛,就是说,原定有客厅的,啊,电视机以这个微信来做对接,来实现呢,把家庭的信息推送到手机,这是一个目标,通过微信,这是一个手段,这也要把信息推动到手机,这是目标,啊,那就设想啦,万一无法胜利,跟微信对接,那么,那这一个客户呢,一定很不高兴, 甚至退货,等等的灾难,因此呢,我们就改用,啊,这个,选用微博啦,那来做备胎,如何呢,那要如何规划这个备胎呢,那这个叫做手段备胎, 好,这是我们刚刚所看过的图咯,啊,这你看,这个万一微信不行,那么我们就采用微博,当成它的备胎,OK,然后再来针对这个备胎,来考虑,啊,所需要的技术,考虑所需要的人力,考虑呢,是不是可以从现在的产品,来做改变就好了,啊,那是很快就可以, 拿微博呢,或者是skype,或者是line,来替代,这个微信这种手段呢,OK,好,那我在这边,就整个,在这个四种的思考,那都帮你讲完咯,那希望呢,你能够在,这个未来呢, 能够发挥,你成为A段架构师的威力咯,那么,这样子,可以确保,你在A段架构,是这个职位上,在你的未来的前景上呢,啊,非常的亮丽,非常的亮丽,那么也祝福你呢,你的人生的愿景,你成为A段架构师的,一个成功的愿景,能够呢, 这个喜喜如生的,啊,能够呈现在你现在的心目中,然后呢,也希望,这个梦想呢,在我的课程当中,可以让你,很快的,实现咯,梦想成真咯,好,谢谢,各位,谢谢